哇 你終於又可以吃到你最愛的港式點心 各位各位 哇 點點心耶 我們今天晚餐吃得很澎湃喔 唉唷 很可愛耶 它的這個 我跟你講點點心大概是我們在領口 最常吃的一間 還沒搬來就最常 還沒搬來就天天 只要到三井高類幾乎都是吃它 點點心好像是那個 阿偉開的那個棒棒糖 以前我愛 應該會不會有觀眾跟我們不知道棒棒糖是啥 我愛黑色會跟那個模範棒棒糖時代 阿偉 阿偉好像是他投資的店 好像蠻成功的我覺得 你會有發票耶 對啊 我會打同便 我們最後再來跟大家說我們這樣一餐吃多少 而且我們今天非常難得 我們今天點的是 用這個 UberEat點 其實我們之前都是用FuPanda 是今天想說 4點點的不一樣的東西 來4點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又剛好點點心 其實FuPanda也有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暫時關閉 但是只有UberEat 所以我們就只要點UberEat 然後呢我們總共點了幾樣東西 那大家有看到這邊有一盤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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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放上來啦 我幫你沾 我沒有說你錢給我 沒有我錢早就給你啦 都在你手上啊對不對 什麼不夠是不是 不夠用 葉佩快點來 我們就這樣要去身體紓困 還沒有到要蘇碰的地步啦 再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我們不知道可不可以吃 然後大家就說 啊你們要蘇過來吃點點心 然後拍影片啊 這樣才能 會有時候吃好一點嗎 沒有啦 我們就是今天想說 禮拜日嘛 然後既然出不去 那我們就只好在家裡稍微的 放縱一下不行 放縱一下 那我們總共點了三樣點心兩個飯 一個是這個蝦餃 蝦餃 蝦餃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蘿蔔糕 不不人愛吃的蘿蔔糕 我們改天還要拍做蘿蔔糕 有沒有 有沒有找戲蘿蔔 什麼我也會一起做啊 什麼叫幹 講髒話 等一下黃標 然後這裡還有三小菠蘿油 真的叫三小菠蘿油 我沒有騙你 我沒有講髒話 那他不是說小三菠蘿油 小三菠蘿油 我就不是 那可能要更大顆一點 才能變成小三菠蘿油 這太小顆了 沒辦法 然後這是三個冰火菠蘿油 然後再過來 這個就是我們很喜歡吃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推薦 點點心一定要吃的 就是他們的暗藍蕭文 還沒有要洗澡 我們要吃飯飯了 吃飯飯然後要洗澡 沒有要洗澡 沒有要洗澡 出來出來 go go 吃飯飯 哇 哇 哇 蛤 然後我拿這個 這個 手機支架 撲補要舊吃飯的位置 撲補要舊吃飯的位置 你通常 等一下 那我去搬撲補的時候 你先跟大家分享你去港式餐廳 你最喜歡吃的點心前八名 蘿蔔糕糕 菠蘿膏 還有什麼 菠蘿油 第三個 點心 點心通常都你在叫 什麼的 叉燒包 叉燒包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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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陌陌是不吃鳳爪 麻煩 為什麼 什麼毛 為什麼 哪有麻煩 有啊 不麻煩嗎 好 女兒 躲起來 波波 你看 哇 我們去吃蘿蔔糕 蔔糕 蔔糕 我們去吃蔔糕 蔔糕 蔔糕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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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媽咪在吃什麼 你看媽咪吃布糕 給你吃布糕 布糕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等一下再吃那個 你吃布糕 布糕 啊 布糕 什麼意思 泰妮沒有吃嗎 什麼意思 你明明就已經喜歡吃布糕 你為什麼不吃布糕 坐好坐好 好 那你還有吃什麼 牛蛙糕 還有什麼 蝦餃也會吃啊 腸粉 腸粉是牛肉還是蝦 蝦人 對 好 媽咪用 媽咪用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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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沒有人 啊 所以說 所以說 你不會點那個 什麼排骨 類 就是要 要啃的你都不會點 啊 港式排骨 有啊 它有一個 餘心是排骨啊 什麼排骨 我忘記在叫什麼代表 還有什麼 我 我是一定點燒賣 大家都知道我是燒賣狂的 對啊 燒賣在這裡 我最愛吃的港式點心就是 Ciu Moe 但是我真正喜歡吃的港式點心是 香港在地的假燒賣 假燒賣 對啊 就是麵粉 假燒賣 香港人一定懂 如果是真正 香港人他一定會懂在說什麼 就是那種路邊在賣的 小心啊 你要守守 小心守守 你腳腳你這樣會卡住啊 小朋友 他做的就是喜歡 做很奇怪的姿勢 好 扣上去了 A到了 好 寶貝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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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香港 香港人一定會懂 就是你知道香港街邊呢 他有賣一些 賣那種路邊的那種燒賣 然後 那種燒賣呢 都很便宜 就一串 就有好幾顆 甚至你也可以一整袋這樣買 我之前去一次 都可以頂個十幾二十個 就這樣吃 是不是長那麼遠 然後呢 我之前跟那個 那個誰 Jennifer 就是一位香港的空姐youtuber Jennifer 然後我們去 我去香港 找他嘛 沒有啊 我是剛好要去大陸 然後就經過香港 然後他就帶我去吃 他跟我說呢 其實呢 路邊賣的那種燒賣呢 其實他不是 他有魚漿味 但是他真正的是 大部分都是澱粉 都是澱粉 跟我們現在吃的這個 燒賣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吃的這種燒賣啊 他裡面其實都是肉 他外面薄薄一層皮 肉跟麵粉下去攪 然後 嗯 太早吹了 太早蒸啊 現在是冰了 那 那一種呢 我記得我去廣東 7-11 也有 也有吃過 真的就是 麵粉 然後 你可以加辣啊 加醬啊 加咖哩 什麼 隨便你 就非常非常好吃 但那個就是 加醜吧耶 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蘿蔔糕 你看一下 其實蠻厚的喔 你看他的蘿蔔糕 蠻厚的 嗯 其實他們的蘿蔔糕 怎麼講 口感跟我們 我平常去吃的那種 傳統茶 茶餐 不是茶餐廳 那種洋茶 就是飲茶店 蘿蔔糕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他裡面 其實是還蠻 我要怎麼講 就是蠻條文分明 裡面不是那種 碎碎的 碎碎的蘿蔔碎的感覺 就是 蘿蔔糕呢 有一些吃起來裡面 會這樣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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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碎碎的感覺 然後這個他就是 很工整 我不會講啦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怎麼形容他 他還是好吃的 還是好吃的 然後 再過來的是蝦餃 蝦餃 蝦餃其實 蝦餃他的那種晶瑩剔透感 很重要 吃了就開心了 他裡面那個蝦子很多 蝦子很多 包的很滿 然後他的皮呢 很香 就是蝦餃他的那個皮 有一種特殊的蝦餃皮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很好吃 然後再過來就是 我們也很常吃的就是這個 三小菠蘿油 三小菠蘿油 你現在就要吃菠蘿油嗎 啊我先吃一顆跟大家分享一下 吃一顆你是想吃幾顆 嗯 菠蘿油 菠蘿油真的是一個很醉的東西 菠蘿油醉 菠蘿油醉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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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久沒有吃到菠蘿油耶 對啊 你希望我們一個月就好要吃好幾次 你要吃好幾次 嗯 常看我們頻道都知道我們超常吃 港式餐廳和泰式餐廳 哈哈哈哈 尤其港式 超容易 超容易去吃港式 不知道要吃什麼 吃港式 因為你點心你可以自己挑 沒有壓力 不像吃一些和菜啊 或者 或者是像泰式料理什麼時候 啊 我真的是很累 你吃起來就好幾盤 你已經想到你要吃好幾盤 你們人數又不夠 港式蠻適合小家庭的 為什麼 為什麼適合小家庭 因為就 分量小 然後可以點得多 你用一次點大盤 你也很喜歡吃叉燒 叉燒 這是叉燒飯 對啊 就是 那種 便當店的叉燒飯 欸 他很愛茶 要不要喝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去拿我的西瓜 等一下有人送我們不防爆 沒有吧 你是送 你是被他妄想症喔 不要拿我的西瓜 因為這個我會喝很久 因為那是紙的對不對 然後會軟掉 你要捏捏一次嗎 不妨捏 然後捏捏就是喝水水的意思 好然後再過來 我先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黯然銷魂飯 真的是很黯然很銷魂啊 可是 這個蛋已經熟了 還好沒有到全熟啊 因為它們燜在裡面啊 是在哭喔 我本來吃沒有熟的時候把它挫爆 自己不會去煎 再去煎一顆是不是 這個黯然銷魂飯 它的那個 米飯呢 是那種 泰國米 比較長 給大家看看 比較長 其實 在香港 的的確確就是 大家都是 很多那種叉燒 什麼 酒樓啊 什麼都是吃這種泰國米 欸酒樓我不知道 但是 香港的的確確在地 很多都會吃泰國米 就是那種長長的米 那是泰國米嗎 我也不知道 常常的是泰國米 我不知道香港他們是不是吃泰國米 嗯 它暗然銷魂飯還是很好吃 是不是 很暗然 很銷魂 咦 我怎麼流淚呢 洋蔥 我加了洋蔥 原來是洋蔥啊 他演何表 哈哈 十神欸 十神 歸位 嗯 它的這個飯真的很好吃 我每次吃它的飯 我都覺得很棒 然後它的這個雞肉 也 嗯 也非常的香 嗯 可以 今天有幸福感 偶爾 偶爾 旁邊在家 我們大部分都自己煮 但是 偶爾還是要 支持一下各地商家 現在 這個開店 做餐廳的都不容易 我們改天來吃RKZ 噢 我之前呢有分享 在IG 我那個 舞團團長的店 然後 他 他是一個真的非常熱愛美食的人 他 懷念他的義大利麵 對阿 他的那個食物 沒有 沒有經過他的超高標準 他是不會上桌的 真的是認真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去過那一間RKZ咖啡 RKZ是我們以前舞團的團名 就你有去過RKZ咖啡的話 這時候就會有人說 蛤你跳過舞 蛤 都沒有看完IG喔 我前幾天有放一個我SOLO的影片 呵呵呵 你SOLO的影片 我SOLO影片阿 我再放上去 然後那個什麼 Kira還說 Kira還留言給我 他說不知道原來你這麼厲害 我跟他說 他沒有說那不是替身喔 我跟他說你不知道的還很多 然後你要沒電 好 那我們就好好吃飯飯啦 那 這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點點心 真的算是我們還蠻愛吃的一間 港式點心店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不要在下面留言 你喜歡吃港式茶餐廳的什麼 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喔對 我們的這個冷凍 冷凍的那個 現在還在糖購 所以趕快去糖購 冷凍驚細胞 1400多 1499 1499 1499韓韻 然後 有很多的東西在一整箱裡面 冷凍的 我們至少吃了兩三天 可以凍個兩三天還不錯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阿 掰掰 連結在下面囉 掰掰